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当木星 土星 冥王星再度聚集摩羯座的时候 土星拍板下半年的进程 6月30日的时候 发生在摩羯座上的年度重磅天象 木鸣合像结构达到第二次能量峰值 为7月留下了一道重要的伏笔 进入7月 7月2日正在逆行的土星 从水瓶座逆行回到摩羯座 于是木星 土星和冥王星再次齐聚摩羯座 这组天象的峰值影响时间 是从2020年6月30日到2020年12月7日 影响力度是5颗星 重点影响人群是 如果你的出生星途中有行星 四轴 南北焦点 落入基本星座 也就是白羊座 巨蟹座 天秤座和摩羯座 14度到30度的人群 那么你就是重点被影响人群了 在2020年开年座年度天象分析的时候 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木星 土星 冥王星 齐聚在摩羯座的山脚下 举行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山脚会议 他们好像是要讨论如何登顶 我们可以把木星 土星和冥王星 想象成三个人 他们进行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三颗行星的能量的不同 就像看到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木星说 我一定要登顶 不登顶 我会后悔 木星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木星代表着冒险和扩张的能量 当他确立了目标理想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做 否则就会后悔和遗憾 这时冥王星就说了 你确信自己选的路没问题吗 走错路会很危险 冥王星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冥王星代表着揭露的能量 比如说揭露那些平时我们看不到的真相内幕 或者说揭露那些被掩盖起来的内在的恐惧和执着 所以冥王星在提示木星 如果你选择错误了 如果你过于盲目了 那么我就会揭露那些风险 揭露你的错误 这是土星又说了 我迟早不会后悔的路 我们会听到土星和木星的口吻完全不一样 木星是不做我会后悔 而土星说做错了我会后悔 因为土星代表着现实的考核和现实的规则 所以对于土星来讲 不超越那些规则 不犯错 那么才是真正的选择 那过于冒险 无疑不单是风险的问题 可能会带来很多糟糕的后果 所以我们从木星土星和冥王星的这场对话中 我们就会看到里面有意见分歧 当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之所以我们谈到木星土星和冥王星的这一场山脚会议 是因为这三颗行星对于2020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那么当这三颗行星在年初开完山脚会议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上半年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土星和木星冥王星他们走了两条路径 也就是说他们分开了 首先土星在3月22日的时候换作进入水平座 并与金牛座天王星形成了具有挑战和矛盾意味的土天四分结构 那土天四分结构就像是要去开一场具有时代特性的谈判 这场谈判进行的并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这场谈判的目标双方是一致的 是要在2020年不迫不迫的变革进程中 去重建更有建设性的现实规则 寻获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极其秩序 但是这是一场保守派和创新派的谈判 所以仍然会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另外因为土星是摩羯座的守护行星 所以它会接纳着摩羯座上木星和冥王星的能量 也就是木星和冥王星做了什么 土星都要接招 或者可以理解为木星和冥王星就像是土星的背后团队 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会直接影响到土星和天王星的谈判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木星和冥王星 他们又在上半年做了什么 随着土星3月22日进入水平座 与金牛座天王星形成土天四分结构 开始谈判之后 很快的木星和冥王星就在4月5号的时候 形成了年度重磅天象木名和像结构 并达到能量峰值 木名和像结构在4月到6月期间 会促使我们做出巨大的决定 比如在面对2020年的艰难挑战之后 人们会非常恐惧不进则退 或者说向后倒退 当然也就更加渴望能够留住过去的成绩和辉煌 所以在4月到6月期间 当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逐步恢复秩序的时候 一些企业就进行了经营结构和组织架构的调整 一些朋友就经历了职业方向和职场岗位的状态 也有一些新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模式应运而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和努力之后 很多朋友发现 这些全新的模式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好做 别人的成功案例也不一定就能借鉴成功 虽然我们的应用的渠道 方式包括我们所做的内容 模式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内在的意识和过去的经验还在那里 没有发生真正的突破 那么其实我们是很难真正去遇到破圈的 同样的是在4月到6月期间 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其实也在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也正在经历一次破圈 所以在4月到6月期间 牧民结构就显化了很多弊端和问题 比如说我们内在害怕倒退的恐惧 比如说我们想控制当下进程的遗忘 当然也有我们在现实层面各种尝试 和各种没有准备好带来的弊端 所以牧民合相的这种运作 就给土星和天王星的谈判 没有加分反而带来了很多拖后腿的状况 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当群星开始集体运行的时候 土星也在水瓶座的位置上开始向回走 并于7月2日的时候再次逆行回到摩羯座 与木星和冥王星再次回到原点碰头 但是土星逆回摩羯座 三颗行星的再次碰头 可就没有像年初的时候那么轻松了 因为土星这一次回来是要收拾残局 并且拍板下半年的进程 也就是说下半年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转变 因为土星不想去走后悔的路 但是其实在4月到6月期间 木鸣合像结构 那个木星的冒险 包括冥王星的揭露 其实会已经暴露出很多的风险 那些风险就是很容易让我们后悔的 所以土星回来这一次 他会说我要回来在2020年的后半年的时间里 我要把这些问题全干掉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半年旅途 也就是2020年的下半年 更加深化了不破不立的变革进程 也加快了彻底洗牌的现实推进 2020年带来的真正考验 并不单单只是现实的考验那么简单 而是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考验已经结束了 不要用以往的眼光和经验 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 我们必须突破原有的意识限制 放下过去的经验预设 坚持到底才能真正的跨越 那么土星在2020年下半年 他要看掉所有的问题 那么7月5日的一场摩羯座月食 就是土星打响的笛跑